共同事 關於親羚民內。 關於工程的一些農業問題亦可以算是 就是啊 我就跟你說 說你受入入廟 殘葬人士 非常是優先來使用 只要說你有台外人沒不對啦 那些外人才有 但是我這個委員會裡面給你建議啊 也有那些記錄啊 結果我看你們 看你們有夠人的可以坐下來 沒有夠人可以坐下來 有一個殘葬 我就跟你說 我的殘葬是其他人生了 那你中二十年了 你聽說你剛才在那裡喝酒 你剛才在那裡喝酒 我那方又沒勞勞的 那你這樣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財葬 那你為什麼財葬人士理論不用啊 我跟他說這是比較特殊的狀況 我跟他說這是比較特殊的狀況 他這個人是帶當女生而已 還有小孩 不會 那你怎麼你們這樣 常有財葬 那不是說工作表現不好啊 那你就就是不用不用 所以說在文匯都沒有建議 有不少人有沒有用 那我那一件連起殘葬 那殘葬你也不需要殘葬要多少比例 那你說你不信任啊 那殘葬人士也是啊 那些家庭是跟口味啊 但是你們就是不理 就是不理 在文匯裡面我提出來 包括你這後續的動作 下廣東高上的在瘋瘋 給你講 聞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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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e 握拿給我 高一點管 你先進去嗎 哈哈哈哈 那你講齁 那你講齁 風塵也不是我願意的啦 我早來講齁 然後你也認真是我們啦 然後呢對於這些 要補人啦 要這樣比較早 我們心中就在難過啦 啊所以呢我 我是監督的處長 我是在上面跟他們講 我就跟趙主席 趙主席的意思就是說 那你不斷關掉太久 就說你一搜入入 甚至於我可以跟主席報告一件事情 我相信你也認識 有一位員工一太滾 我們都限告他 我跟監理瞭解後我們都限告他 你還可以買來嗎 這是在內部 要塞得更便宜 我們坦白講我不敢說 我們擺在這樣 但是我想 我們盡量來做 我們盡量來做 剛才那個 吳主席 有講了一些事情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好不好 但是呢 當時勞務包包包裡的時候 我們這個 老闆 老闆 什麼 所以我這個 就是個案不停 我再瞭解一下好不好 這是什麼不關心 對 對 對 地方弱勢 照顧還是要優先 當初我們在 剛剛發言特別強調是說 弱勢優先 這樣 結果 韓上又是說 也把優先掉了 好 好 這個 這個 可能有 這個 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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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 二十一 郭瑞先進 我跟 當初有一點時間 因為 我禮拜一剛去 日本 那個 穿那個地方 然後 我是當地人去 靡靡 靡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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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靡 非常嚴重 那比較幸運的是 那個地方 整個電廠比較多次 可是 他們的確面臨著 我覺得 跟現在快空洋 有一點點像的狀況 就是說 那個 核電廠要不要重新 還有就是 核電土它現在在做什麼樣的準備 以及地方發展 去面對 我覺得 今天的幾個問題 包括 現在封城的期間 到底 核電廠現在擺成的 還有就是 這期間 會不會已經怎樣 我是覺得就是說 可能 我們現在處理的層級都比較低 包括請 海電區長來處理的話 我覺得會牽涉到一個嚴重的 會牽涉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這個 封城的時間的 這個 遙遙不期 或者說 無法確定 那的確 這個不但會對 海電和市場的員工 是個很大的糾結 我覺得 對地方的發展也是個很大的糾結 因為說 這幾年 到底地方的發展的投資 要我們兩個方向來 如果對我確定 是 不再運轉 可能那個發展的方向 跟經費的方式 完全不一樣 可是在公存的這段 我覺得這地方也值得 包括很多地方的 沒有在關心的 這個 那工程期間又跟 預算 什麼那個 回饋金不符 那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呃 可能都需要 不只是區長 我覺得台北市 新北市政府 在未來 的整個過程裡面 不能 不能把所有的問題 都變成說 讓回饋金 包括在雙溪跟公僚 不能讓回饋金 來解決很多事情 而是一個地方 如果有些人發展 或是有些人像落實者 是需要的 那個經費不應該就是說 有位金才能去做 沒關係就不能做 而是應該從別的方向 比如說從這個 西北市政府 甚至是更高 到行政院這邊來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看似好像只是 呃 一個一個 回饋金與否的問題 但其實他把好多問題 都一直要去面對 呃 我當然 還有一個提示說 今天早上去 就說 大家去看這個 場 就是場 就是那個 場區裡面 他之後也去了 所謂的 故事館 我再次強調就是說 我對台間的很多基層的 這些工程師 非常努力工作 我個人是感到的 我覺得我非常肯定 即使可能 我的立場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從一個大環境來看 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人 其實在關心 或是說 也很憂鬱的事情 我希望各位也一起 不夠理解 那那個故事館 的確提供了很多 我如果也不關心 環保運動 以及勞動運動的 角色來想的話 我覺得 這邊的勞動者 有非常多心力 的確需要 需要肯定 可是那個跟所呈現的 現在的一個 核電廠 要讓外面來參觀的民眾 甚至是包括 像我們委員 瞭解的信息 我覺得有十大的過差 我去女山核電廠 他們完全跟我們講的是 他們會來 第一個 如何去符合 日本的法規 才能夠從 第二個是他們如何去 再去面對到 像福島這樣 大概他們做哪些 防疫措施 甚至他後來還猜到 其實是挑戰他們很多 就是 台電 對不起 日本的電廠 在日本做了很多的公關 裡面其實有很多 跟事實是不同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才幾天前 看了那個電廠 結果今天來到 核四 我的確覺得 台電 核四廠 然後傳達給 海外的一般老百姓的訊息 真的有巨大的落差 而且 包括我們剛剛講說 對回饋經驗是 就是說 這個牽扯到 是地方未來再發展 我覺得對 台電很糾結 對外面的公僚 或是一般社會大眾 也很糾結 就是 這個地方未來怎麼發展 真的會有兩種 很不一樣的方向 一個是後來再重啟 就 就 封整以後再重啟 第二個是 的確有個可能是 這個就不再啟動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 可能都必須一起面對 所以我不會連結到 剛剛說 會什麼會想起 原能會也能夠把這個 封門的審查企劃 我覺得 可以的話 應該盡量完整的公開 因為我們真的很想知道 就是說 在這樣的討論過程裡面 有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沒有想到 可是在這個會議裡面 其實討論的比較詳細的 我們共同來面對 這個工程之後 要面對的非常多複雜的問題 一方面可能是 這個工程 或者是技術安復方面的 要求 面對是整個社會的接受度 以及未來在面對的很多 像當地非常現實的問題裡面 如果有個更好的機制去處理 不是說到台北去找 講講 我覺得剛剛 我覺得如果說 我覺得當然就是那個主席很辛苦 可是一個個案就是個案就是 這個真的 畢竟不是犯 我覺得 必須有一個比較製作性的處理 否則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對大家 都是一個很大的處理 謝謝 非常多的 美國 中國 無論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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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